一场例行性的健康检查 没有想到惹出了大风波 这是台北市内湖高中 最近进行新生健康检查 因为事前没有征得家长同意 就让男医生为八十几名高一女生检查善气 而这项检查是要把裤子脱下来 女学生因此受到了惊吓 校长今天出面坦诚 的确有行政疏失 他当众向学生还有家长鞠躬道歉 而台北市长郝龙斌也说 将对校方做出惩处 校长要代表群校 向所有的学生还有家长来致歉 深深一举功 为了健康检查风波 台北市内湖高中校长道歉坦诚行政疏失 原来校方没有按照往年 发给学生和家长这张检检书面通知单 害得八十多位高一女同学 在新生健康检查时 竟然得面对男医师脱裤做善气检查 对此台北市长郝龙斌 在市议会被巡使表示将追究责任 要不要惩处 当然要惩处 怎么要惩处 我们已经今天已经把内湖高中的校长 送到教育局的校长成绩考察委员会 教育局表示 善气检查本来就在学校检检的规定项目中 但在进行体检之前 学校必须先取得家长同意书 还要告知女学生 如果不愿意接受医师处诊可以拒绝 但这两项重要告知 内湖高中通通没有做到 与体检医师的沟通也有瑕疵 身边有跟学生讲 一定要做 是 我们有跟医生说 我们希望女生不要做 我们有跟医生说 但是医生基于他们的专业 而且项目有规定要做 那个通知证很清楚 健康检查的项目是要做的 只要是专科医师都可以做 那男病人是一定要男医师看吗 女病人一定要男医师看吗 不可能吗 虽然教育局的健检通知单上 白纸黑字写着女生尽可能安排 女医师检查 但显然负责的医院不这么认为 而医改会则批评过程太过草率 尤其是女孩子 我们一般不喜欢 就是不习惯这样随便在陌生人面前 暴露自己的身体 那如果又没有跟他们讲清楚的话 其实对他们的心灵或人格 的确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医改会认为这80多位高一女生 都是未成年 虽然当时有故事在场 但突然让女生脱裤检查非常不妥 这一次消防行政疏失又反应慢半拍 让原本普通的体检在这群 学生心中蒙上一层阴影 接下来在日文 王威雄台北报道